金庸笔下最可耻的女主被夺走贞洁却乐在其中 还和对方结为夫妻 读者们是否还记得 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里 至少会出现一个被夺走贞洁的女子 好比在连载版的《射雕英雄传》里 捕蛇女群男情被杨康玷污 担下一子取名为杨过 在《倚天屠龙记》里 峨眉派弟子纪晓福被杨潇霸王印上宫 他担下一女取名为杨不悔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被夺走贞洁的纪晓福竟爱上了杨潇 女儿杨不悔的不悔二字 证明他已经彻底沦陷 后来纪晓福宁愿被灭绝师太打死 也不愿伤害杨潇 这样的剧情荒诞吗 笔者认为一点都不荒唐 至少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其男情 纪晓福还只是书中的配角 有意思的是 就连女主也逃脱不了贞洁被夺的厄运 以及悲惨的女主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相信绝大部分读者会联想到神雕侠侣的女主小龙 在金庸的塑造之下 小龙女被刻画得好似九天玄女下凡一般 她拥有轻力脱俗的容貌 还有一股冷若冰雪 冰清玉洁的高雅气质 可这么一位貌若天仙的冷艳女主 却被疯疯癫癫的欧阳峰 用逆转经脉执法 点中了穴位无法动弹 进而被全真教的臭道士尹志平趁虚而入 夺走了宝贵的真结 尹志平得手之后扬长而去 小龙女的双眼因被轻步蒙住 竟将尹志平错认为心爱的杨过 因此当杨过练功归来之后 小龙女像一滩烂泥一般倒在了杨过的怀中 还幻想着杨过能再对自己柔情蜜一番 杨过虽然只比小龙女小了四岁 可却十分尊重小龙女 于是当杨过的那一句孤孤一喊出口 就惹得小龙女心头大振狂吐鲜血 这一对神仙眷侣就此开启了 巨少离多的孽缘模式 更让读者们如耿在喉的是 大半年之后 小龙女已经发现了真相 可她依旧没有撤出剑 将尹志平捅死 反而跟着尹志平一直走 直到上了中南山的重阳宫 尽管金庸没有明确提及 小龙女对尹志平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情感 但细心的读者依旧发现了蛛丝马迹 原来小龙女是这么对杨过说的 过我的清白以为此人玷污 纵然伤愈 也不能和你长相厮守 但她 但她舍命救我 也别再难为她 总之 是我命苦 注意小龙女的说辞 她不但让杨过别再难为尹道长 还说纵使伤愈 也不能和杨过长相厮守 金庸的言下之意非常明显了 小龙女的确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有了特殊的情感 可惜尹志平为了救小龙女身受重伤 后来羞愧难当之下 选择了自尽 否则她和小龙女还是有可能的 当然 笔者所说的这位最可耻的女主 并非小龙女 在其中 甚至主动与对方结为夫妻 在写完射雕三部曲之后 金庸趁热打铁 以北宋末年作为蓝图 专写了一部荡气回肠之作 天龙八部 熟读过天龙八部的武侠迷们会知道 这一部旷世之作 共涌现了三位主角 分别是段宇 须竹 肖峰 全书紧紧围绕着三位主角的奇遇 以及绅士之谜 展开剧情铺垫 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武侠故事 而须竹身为天龙三主角之一 他的妻子孟姑 自然可以称之为女主 不过 孟姑这位女主 在三联版里毫无存在感 而且直到全书落下剧中的帷幕 读者们依旧不知道 孟姑叫什么名字 金庸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在随后的新修版里 金庸给孟姑取了一个名字 换作李清路 还为他增添了不少剧情和对话 好比在天龙的末尾 李清路跟着须竹刚走到 缥缈峰的山脚下 他就自作主张地 把梅兰竹菊 以及婢女小蕾 一并送给了段玉 李清路的目的很明显 他身为西夏国的公主 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他又怎么会将虚竹拿来 与别的女子分享 李清路想当然的要独占虚竹 以便能和虚竹 在灵鹫宫业业耳鬓撕磨 当然 对并非笔者 无中生有 至少从原著的设定来看 李清路在冰窖 被虚竹趁虚而入之时 他就表现得乐在其中 书中是这么写的 虚竹是个未经人士的壮男 当此天地间 第一大诱惑袭来之时 竟丝毫不加抗议 将那少女欲抱欲紧 片刻间 神有物外 竟不知身在何处 那少女更热情如火 将虚竹当作了爱侣 甚至当虚竹准备起身离开时 李清路竟紧紧搂抱着他 逆声道 别 别离开我 如果说此时的李清路 误以为自己身在梦境之中 那还情有可原 可天山同老死后 李清路为何发动 举膝下国之力 四处张贴招亲榜文 答案很简单 李清路已经意识到了 和虚竹的兵教三叶并非梦境 而是真真实实的肌肤之亲 如此看来 笔者所说的李清路乐 在其中是不是很贴切了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 李清路还真在驸马大选之中 找到了虚竹 在这一刻 蒙古李清路亲眼看到了虚竹 那丑陋的容貌 以及木讷呆笨的性格 可李清路仍要主动嫁给虚竹不嫁 只因他仍十分向往 当初兵教三叶的疯狂与激情 综上金庸创出了无数女主 蒙古李清路 算得上是金庸笔下最无脑 最肤浅 最贪欲的女主 没有之一